第1258集 饭局也是局 贺民阳接完电话又返回到了咖啡座里 这是金门市一家很有名的度假村 但是这里很隐秘 都是熟客介绍来的 以前贺靳生就是这里的常客 所以这次回到金门之后啊 还是选择住在这里 金门是自己的老家 也是英康宁的大本营 在没有确实的把握之前 自己还是低调一点好 此刻坐在贺靳生面前的是自己的老伙计 也是自己多年倚重的人 康世强 说句实在话 当时康世强把贺靳生公司的所有财务账本和公章 带到香港时 确实没有想到贺靳生还能卷土重来 就在几天前 他突然接到了贺靳生的电话 约他到这个地方来喝杯咖啡 其实啊 就是他又怎么可能不明白贺靳生的意思 无非是想要夺回公司罢了 但是这又何谈容易呢 况且来说 跟谁干不是干呢 现在英康宁给的薪水比之前贺靳生给的多了一倍 那现在自己在背叛英康宁和贺靳生来个理应外合 这对康世强来说还真挺为难的 一方面是自己的老东家 另外一方面是个人利益 康世强很为难啊 但是呢 贺靳生一个劲的打电话 康世强不得不来见贺靳生一面 贺明阳穿着奇希短裙 黑色高跟鞋让脚踝和足弓保持了一个恰到好处的弧度 几根脚趾从黑色的丝袜里挤出了一点点白色的痕迹 那是皮肤的痕迹 他优雅地坐在了康世强的身边 三个人坐成了一个三角位置 康叔叔 我爸这次能回来 肯定是有贵人相助的 前几天 汉顶集团被调查 这就是一个开始 虽然他们现在又付牌了 但是他们付出了多少代价 这显而易见 康叔叔 你现在还看不出来我们要拿回公司的决心吗 贺明阳微笑着看了一眼康世强 哎 时间过得真快啊 当年我跟着老板创业的时候 明阳才上初中吧 这转眼间就十多年过去了 明阳都长成大姑娘了 老板也有了强大的助手 哎呀 我这样的就可以退休了吧 康世强笑道 不知道是为了公司操劳太多 还是因为什么原因 康世强啊 都有了不少的白头发 看上去都快跟贺静生差不多了 是啊 康叔叔 你这几年老得很快 所以接下来啊 是该好好的休息了 我和我爸呢 商量好了 只要是公司能够重新姓贺 我们将会拿出一半的股份 奖励给像康叔叔这样 为公司担惊结律的老员工和元老 那康叔叔自然是最值得奖励的元老了 贺静生这小嘴巴巴的说的那叫一个吸引人啊 哎呦 谢谢贺总了 不知道贺总有什么计划吗 康世强问道 在这场较量中 贺静生几乎是不用说话的 都是贺民阳在嘚嘚嘚嘚嘚嘚的说个不停 康叔叔 计划自然是有的 要不然我们也不会大老远从加拿大再跑回来 只是这件事呢 事关重大 我就是想问问康叔叔 对我们的事情感兴趣吗 呃 这个 我总还是要先听一听计划的可行性吧 康世强问道 好 那我们这边边吃边聊吧 贺民阳看了一眼自己的爸爸贺静生提议道 好啊 好久没吃过这里的海鲜了 走走走 边吃边聊啊 贺静生终于提议道 这让康世强很不爽 因为这样看起来这爷俩啊根本信不过自己 那既然信不过 那叫自己来干啥呢 贺静生父女想的是 既然你不能这么爽快的表态 你到底是啥意思 你可是我们家的老生口了 怎么着 有了新东家 老东家就不放在盐里了吗 还是想着两头吃 人心隔肚皮啊 谁也信不过谁 这是自然的 况下来说 康世强现在是英康宁的手下 万一自己的计划说了出来 你又不跟着老子干 那把我的计划给了英康宁 那老子向谁喊冤去 就这样 一场没有信任的五宁开始了 虽然五宁丰盛得很 但是现在看来啊 离达成一致的意见还远得很啊 而在千里之外的唐州 一场盛宴也开始了 莫小鱼原本以为 这就是一场普通的饭局 虽然叫上了龙又轩 那又能怎样见招拆招呗 那直到到了之后才发现 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看到莫小鱼和谢家人 一脸惊愕地出现在门口 龙又轩才知道 不单单是自己被骗了 就连莫小鱼也是蒙在鼓里 哎哟 儿子 你可算是来了 快过来 过来 坐这边 挨着小轩坐下 莫小鱼不好意思地笑笑说道 哎哟 龙书记啊 您这么大的领导 我妈也能请得动您啊 没错 在场的不但是杨帆 龙又轩还有龙顶天两口子 莫小鱼心想 我说怎么把饭局 安排在了聚顶酒店 开始时还以为是 龙又轩请客呢 这肥水不留外人田吗 嘿嘿 你小子 啊 这话说的好像我很官僚似的 这里又不是公共场合 你也不要叫我书记了 还是跟以前一样 叫大哥 龙顶天啊 很给杨帆面子 杨帆是莫小鱼的妈 龙顶天叫莫小鱼喊大哥 我去这桌子上就数杨帆辈分最大了 哎呦 这可不行啊 还是叫龙书记 叫龙书记啊 快快快 坐下吧 杨帆看到龙顶天的态度 高兴得不得了 哎 自从有了这个儿子啊 我这个闺女就算是彻底的完了 看到一屋子的人都是在说莫小鱼 谢家人不干了 说道 哎呦 哈哈哈哈 这话说的 以后唐州的经济啊 还需要你们这些企业家呢 来来来 谢总 请坐 龙顶天哈哈笑了起来 并且狠给谢家人面子的站了起来 请他坐下 于是 莫小鱼和杨帆又再次站了起来 不然的话显得太没礼貌了 我说 这是什么路说 莫小鱼坐在龙友轩身边小声问道 你还问我 我咋知道 我也是刚到 没人说你妈和你要来啊 我大哥说要我过来吃饭 我就过来了 龙又轩小声地说道 啊 不是我妈约的你啊 不是啊 怎么了 反正都来了 你还想回去啊 完了完了完了 看来他们早就串通好了 这是要逼婚啊 莫小鱼低声说道 龙顶天呢 是这里的主人 所以看到莫小鱼和龙友轩 嘀嘀咕咕 连忙问道 我说啊 你们俩低咕啥呢 地尾咖咕啥呢 我看不得了 咕啥呢